这种木薯叫华南九号 因为蒸熟后呈金黄色 因此又叫黄金木薯 木薯块根的淀粉含量很高 占重量的30% 木薯研究室自主研发的木薯有17种 这个华南九号是其中一种 但还不是最高产的木薯 据说最高产的木薯 每产量可达三吨 它整棵植物都有毒性 我们在本草干木里面有记载 整个植株它是有毒性 就是说可以来做防制一些什么 做个毒害的一个处理 整个鼠的话 它这个皮占的百分之 差不多90的毒性是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要把它弃掉 所以弃掉的话 就弃掉百分之90 90左右了 所以吃这个还是比较安全 为什么要弃掉这个皮 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一个 我们学术上叫糖肝 糖肝里面在一个 有一个酶的作用下 它就会产生氢化物 木薯的表皮含有亚麻仁苦肝 与糖肝酶作用后 会产生氢化物 张震文老师介绍 木薯去掉外皮后 快根放入水中浸泡一天 其有毒成分便可浸泡出来 随后切片晒干 加工成木薯粉 便可以放心使用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和国际食品发电委员会 以新鲜木薯中 氢氢酸含量的多少 将木薯划分为 甜木薯和苦木薯两类 其中氢氢酸含量 小于每公斤50毫克的为甜木薯 大于50毫克的则为苦木薯 华南9号属于苦木薯 张老师说 旁边的地理 种的就是甜木薯 这个木薯感觉 比刚才那棵小枝多了 对 这种的比较慢 而且它不是用高等分析的一个鲜 我再插来一插一下 好 现在张老师把这个木薯挖出来之后 我觉得它有点像 那个莲藕的感觉 听到一个很脆的声音 对 咔嚓一声 对 因为它含血量很高 看到这个没有 感觉水水的 对 能看到 而且你看我这么一挤 你看 你看 都有水分出来了 这种甜木薯又叫水果木薯 清洗后可以去皮生吃 看一下可以尝一下 嗯 这味道真的有点像梨子 而且脆脆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多 不苦吧 不苦 这个不苦 这个微甜 也不是特别的甜 对 这种水果木薯是从巴西引进的品种 吃上去清脆甘甜 目前它还处于科研试验阶段 接下来木薯研究室将杂交选一出新的水果木薯品种 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面积推广 这几个是我的同事 他们正在做这个木薯食品 你好 你好 我看这边有饼干 还有月饼 这全部都是拿木薯做的 木薯粉 木薯全粉 这个是我们 这是 鲜木薯 大的鲜木薯 鲜木薯 你开始你可以尝一口 我来尝一口 这个也 哎 还是热的 对对 热的 我觉得口感很很润滑 然后喝一口就直接就到胃里面 很舒服 暖暖的 很适合冬天喝 这些木薯食品都是木薯研究室研制的 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100多个品种 其中木薯蛋糕等六项食品 已获得了国家专利 薛茂富说 在钢果部 木薯食品的加工方法非常简单 把木薯粉和其他食物混合加热后食用 如今木薯研究室已经在乌干达推广木薯食品 并教他们如何制作 当地人比较喜欢的是木薯饼干和木薯蛋糕等食品 如果他们有 感谢观看